OK,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什么呢 再看一下复杂的数据类型有哪些 那么在python里面有三个复杂的数据类型 一个是list 列表 一个是圆组 tuple 一个是字典 dictionary 这三种数据类型 那列表很容易理解 就是一个串型的结构 对不对 就是一个串 比方字幅串 就是一组的字幅的列表 很卡吗 那我再重新分享一下屏幕给大家 我挪动一下 大家我晃一下 大家看一下我这个 我移动一下 大家感受一下 有的同学卡可能是自己网速的问题吗 OK 好 那我就继续啊 如果实在是听起来很很恼火的 反正在课上跟着我的思路来 回头会给大家看视频的啊 也会给大家看视频 哎呀我真的是不能看你们这些了 请请我旁边的美女助手帮我盯着屏幕 我就不看 我就不看大家打造了啊 我都看你们打造 我不要讲课了 对吧 同学们很是热情啊 说明你的人气依然很高啊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今天在这呢 大家说有没有我的那个 有你在这 所以网络就卡了 老师老师什么做啊 你们猜一下吧 OK 那我就给大家讲一下刚才的那三块 好吧 给大家讲一下那三块 我们比方说我们要来定义一个列表 那么这个列表太容易解决了 比方我定一个city 我定一个city或city 城市 那么我们就用一个中括号 然后里面是字符串啊 比方说成都 上海 北京 OK 这就这样子我们的list就定义好了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list的长度 用link函数 link函数 诶 哪打错了 city 是不是哪输错了 啊 那我们就要 晕 一边是小括号 一边是中括号 所以就错了啊 所以大家不要粗心 好 三个 三个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要取其中某一个呢 比方取列表里面的某一项的这样一个值 比方我要取出上海来 对不对 我们就根据它的游标来取出来 跟数组是一样的道理啊 twint status 的1 大家看是不是就取出来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但它又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实际上它的这个数组呢 是可以有不同类型的 不同数据类型 我们再来试一下 成都 1212 再来一个复点数 123.12 再来一个上海 字符串 大家看 这样复制也是可以的 这样子复制也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list就玩的很酷了 实际上类似于我们之前的就是 有点类似于加尾里头的errorlist relist 然后ok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二种这个数据类型 第二种数据类型 我们说是圆祖taple 对吧 taple 圆祖实际上就是什么呢 就有点类似于有的语言里面 是不是有那个东西叫什么呢 叫 美举 有的语言里头有叫美举啊 那ok 那实际上它是支持各种不同类型在一起的 比方说我 我想 我要描述一下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呢 有鼻子 有耳朵 对吧 或者说 或者说 有有手指 对吧 那么 那我就比方说 那比方你的名字叫tom啊 我就给你定一下 tom有谁呢 这个时候就要用一个小括号了 他有一个 哎 mouse 然后还有什么呢 finger 有手指 对吧 他可能 他的年龄是多少呢 他年龄可能是18 然后 他的性别呢 true 大家可以看也是不同的数据类型 对不对 然后我们回车 就给他复制成功了 同样的 这个就是他tom的这样一个使用 那这个tom往往我们是在干嘛 我把它当做一个整体可以传参传到函数里面 或者我把在函数返回多个值的时候 把它赋予一个tom 赋予一个tom 就非常的方便 非常方便 第三种呢 就是我们的什么 是不是我们的字典呢 字典的话就有点类似于什么 就配对关系 有点类似于我们的 有点类似于我们的哈希表 有点类似于我们的哈希表 然后他就是一个建制队的这样一个组合 建制队的组合 ok 好 我把这个字典讲完 然后比方说 love等于什么 比方说 他的名称等于什么 sandy 然后年龄等于 比方说18 ok 我给他这个age 也同样的 用一样的数据类型 ok 这就是他的这个字典 字典的这样一用法 那么我们如果要打印出他某一个 比方我要打印出的这个年龄 也非常简单 就直接用他的age 就可以了 sorry love 的 哎呀又粗心了啊 大家不要像我这么粗心啊 就总忘了前面的 而没有记住后面的 ok 好这块大家看有什么问题没有 我们简单的消化一下 有问题赶紧提出来啊 刚才不要找总是那样子 便利 待会我讲循环的时候会给大家讲 你肯定要用个循环了 用个for循环嘛 就很简单的